然後我們趕快看一看肢體免疫 那有時候就搞不清楚啊 我們不是說這是基本要件嗎 區分自我跟肥我對不對 那有時候搞錯了 搞錯了就屬於那一種壞人喔 那是喔 我怎麼沒感覺 我覺得他不錯啊 那就完了 那另外的話就是 欸 你是壞人 我哪是壞人 我有自己的 他會有ID 他會有ID 一直死掉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就慘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就主要是這兩個部分 所以呢 首先就是敵我不分 突然對於自己的某一些分子 或者是器官心急很濃厚的攻擊欲望 對不對 那這就完蛋了 因為你是把他當作壞人 所以你的飛鏢會射過去 所以呢 這個字體免疫的話是抗體 我們剛剛講的排斥喔 是T08球 然後呢 這個字體免疫 這個就是B08球的抗體 那我們看這個喔 全身性 那有的是寫全身紅斑性 後面這兩個字怎麼唸 狼當然會啦 那接下來那個字 你們有沒有發現扁桃線 很多人想念扁條線 這個字很多人想念狼昌 有沒有發現 如果前面那個字是智的話 大概就很少人會唸錯 到底大家知道我在講 是同一個字嗎 同一個字嗎 同一個字嗎 你總沒有聽過人家唸智昌嘛 這樣很奇怪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寫愛這邊 大家結果有一種騷動在心裡 想要唸昌 不知道為什麼很奇怪 所以你下面要起來走一走 大家知道嗎 不然少年得智大不幸 因為我跟你們性別不同 我也不好講太多了 因為應該有女老師跟你說 要這樣起來走一走 不然你的體型會 這邊應該沒那麼大 再偏偏一點 好不好當作我沒說 來吧我們趕快看一看 就起來走一走 好不好我們再看到這個 全身紅斑性狼瘡 是不是 全身性紅斑狼瘡 結果呢 他竟然看自己的蛋白質 跟核酸不順嚴了 然後就是飛鏢一直不斷射他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就很慘 那因此他是全身的 身體裡面也有 只是身體裡面你可能看不見 他明顯的症狀會在皮膚上面 然後呢 他典型的症狀就是這個蝴蝶斑 然後 我忘記他們並有一個 知識房體還是一個相關的網站 不過我好久沒有去查 他就叫什麼飛虎在臉上蝴蝶 也就是什麼 感覺上很美 而且他是一隻很大的蝴蝶在臉上 就是會有那種紅斑從臉頰 然後接下來再來這個類蝴蝕性關節炎 我覺得蝴蝕是一個很難體會的詞 我們一般講蝴蝕就是什麼老人家 什麼氣候改變 就是啊 會躺身 你其實好像要準了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但是其實是這樣嗎 你知道大醫院有免疫蝴蝕科 對不對 免疫跟蝴蝕會放在一起 所以蝴蝕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不知道以後 你們應該班上會有一定的比例的同學 會念醫學相關的同學 你到時候再體會一下 蝴蝕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類蝴蝕性關節炎其實這個很麻煩 為什麼 因為他竟然是抗體 看自己的抗體不順眼 剛剛是抗體看蛋白質跟核酸不順眼 對不對 就竟然出來了一群怪抗體 他看另外一方的抗體不順眼 就是你自己的軍隊 跟自己的軍隊打起來 然後這樣子就很麻煩 他血液中含有類蝴蝕因子 那這個因子是什麼 就是一種字體黏液抗體 那這種抗體的話 他其實很麻煩 然後他就會跟我們身體的抗體 就會抓在一起 那抓在一起之後 他就會凝集沉澱 然後就會堆積在關節 就會讓關節腫脹變形 所以就是一種關節炎 因為關節炎有分很多種 有一些是那種退化性 或者是受傷什麼癒後沒有長烤 然後或者有一些的話 例如說跟這個有關係 或者有一些搞不好跟你這個被乾癢 或者是睡眠不足有關係 然後關節腫脹變形 它有一個典型的症狀 就是它的 因為手指的關節是比較小的 而且堆積了之後就比較會出問題 而且就容易被觀察到 所以這個內蜂失禁關節炎的話 它會有一些症狀 就是手指會變形 然後手指有時候會彎 彎成一個特殊的樣子 有人會說這樣會緊張 就手指就會彎 然後它就 會就整個就會彎 然後不大能伸直 那當然我們剛剛說 因為這小關節容易出現 其他全身關節炎都會炎 所以其實還算蠻嚴重的 那另外的話有一些還會有對策 就是可能兩邊都會有 所以就是內蜂失禁關節炎 那坦道病不是有第一型跟第二型嘛 對不對 那第一型的話就是胰島素依賴型 為什麼 就是你的抗體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看這個胰島不順眼 然後就揍它 又帶它 它就死掉 然後死掉之後的話 當然就沒有辦法去到足夠的胰島素 所以就必須要定期注射 那另外的話還有很多 例如說這個風濕性心臟病 然後另外的話還有 橋本式甲狀腺炎 橋本式甲狀腺炎 女生就要比較注意 大家知不知道 甲狀腺比較會找女生的麻煩 年輕的時候因為生活啊 婚姻啊 學業啊 工作啊的壓力 會甲狀腺機能抗健 這個有聽過 年紀大了之後呢 你的免疫系統突然又看 甲狀腺不順眼就揍它 然後就會甲狀腺功能低下 那這個你的抗體突然看 你的甲狀腺不順眼就揍它 這就是一個自體免疫的疾病 那你覺得你的甲狀腺被揍了以後 然後它的甲狀腺素分泌的少 那你會怎樣呢 你覺得會怎樣呢 你會跟甲狀腺機能抗健相反啊 然後接下來不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啊 因為代謝力就會變慢啊 然後就會 對不對 像吹風一樣就是 沒有啦 我亂講 沒有一定是這樣子啦 還是說我只要直接講就好了 不需要跟你講 跟吃東西還有身材的改變 你應該都能夠體會到 這是一個嚴重的事情對不對